嗨,大家好,我是Hogadave,一名卡尔加里的地产经纪 这个周末呢,在Brandwood社区上了一个新房子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Bungalow Brandwood社区呢,是卡尔加里西北非常好的一个社区 而且呢,也是卡尔加里大学的邻居 我之前给大家拍过这个社区的视频介绍 如果您想了解这个社区呢,可以考古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这个房子是一个投资自住两相宜的Bungalow 如果严格来说呢,它更偏向于一个投资的物业 通口呢,这条马路算是Brandwood的主任道 可以直接通到卡尔加里大学 你看从房子的不远处,大概走个50米都不到 就是公交车站 卡尔加里最近的温度呢,已经升到20度了 但是树叶还没长出来 但夏天呢,这边是绿树成荫 整个社区非常成熟 这个房子呢,有很多典型的投资房的一些特点 里面什么样呢? 我又带大家一起进去看看 这个处在非常成熟的优质的老社区里的投资物业 从这么一进来呢,咱们先看一下窗 这个房子的房主已经把窗全部换成了钢化的窗户 因为要全部换窗呢,其实成本还挺高的 房子的主藏呢,都是老款的实物里板 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个实物其实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 因为它以前是应该是一个投资物业 这也都是PPC的窗 从这边过来呢,就是已经现代化改装过的厨房 这边是厨房的closet,不大 而这边呢,就是往地下室走的门和后门 咱们一会儿看 一个吃饭的餐厅 厨房呢,就是这样子 咱们看看它的卧室 这个房子呢,楼上楼下已有七个卧室 所以呢,说实话很适合投资 这边是一楼的权位 也已经改造过 不是原装的装修 然后呢,这边是第一个客窝 这个房子的窗户还是不错 全部都换成了塑缸的 有很多老房子只换几个窗 然后呢,这边是第二个卧室 能比刚才的卧室稍大有限吧 当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就是老房子嘛 地板呢,还是有一些松动 所以会有声音 这边是主卧 主卧的窗呢,就大很多 然后对着呢,后边的大辫子 这个房子的地呢,有五千六百多尺 这边呢,是主卧里的这个 In-Suite的Bathroom 但是是个半位 这样其实也很好啊 因为在六七十年代 甚至在八十年代呢 这种半个窗还没有发展出主卧的这种概念 所以很多都是三卧室加一个权位 而这个房子呢,还在主卧里面还有个半位 生物起来其实方便很多啊 这边呢,就是一窗格局 一个权位 主卧 然后呢,两个客窝 然后呢,往前面走 就是刚才咱们过来的厅 这边呢,就是厨房 炉灶和休烟机都是后患的 然后呢,咱们上地下室看一下 我之前给大家拍过视频 为什么老房子搬过都更适合投资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啊 都是因为这个后门 老房子的后门呢 直接对着这个车库 分离式的车库 但是呢,它可以天生的变成分门出入的一个房子 租客呢,可以走这个侧门 然后呢,从这个后门下到地下室 不会影响到楼上的住户 楼上的租客呢,可以走这个后门 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个门 当它关死之后呢 就可以实现楼上楼下的上下分租 而且,这种办公道呢 不需要有workout basement 或者有侧门 而这些人在现在这个房市上呢 要实现他们都是需要隔拜花钱的 所以老伴看到呢 就有这种天生的优势 我们到下面看一下 移下来呢,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厨房 和水槽 这边呢,是楼下的第一个卧室 可以看到这个窗呢 已经被这个房主给挖得很大了 所以很容易变成这个合法化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呢 是不合法的 当然在卡卡里呢 其实有好多的不合法的地下室 因为历史一有二原因吧 咱们进去把里面走 这边呢,是第二个卧室和第三个卧室 可以看到这个窗也是很大 但是这个天花板呢 可以看到这个装修还是比较老式的 因为毕竟是1962年的房子嘛 这边呢,是第三个卧室 老房子的很多呢,都是这么大的窗 而这些呢,都是后来挖大的窗户 里面呢,是第四个卧室 这里面呢,房主暂时用它作为这个storage 所以呢,不管怎么说 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 再往里面走呢 这是地下室的卫室间了 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一个权威,比较简单一些 那这个房子呢 简简单的呢,就跟大家一起看完了 对于老房子更适合投资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种Bungalow呢,它的地下室很大 你看它的房子呢 主层有1200尺 但是它的地下室呢 有1050尺 几乎跟楼上的面积一样 如果一个two story的房子呢 如果是1550尺 那它的楼上面积会非常大 自然呢,就增加了 投资的成本嘛 今天呢,这个房子就跟大家看到这里 然后呢,以后如果 还有其他好房子呢 我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